醫生啊 我明明就得了攝護腺癌 你怎麼會建議我不要開刀呢 哈囉大家好 我是崇文明醫師 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一個比較嚴肅的話題 那就是攝護腺癌的積極監控 在美國這個攝護腺癌是男性癌症的死亡率第二位喔 在台灣則是第五位 但是呢 攝護腺癌並不是一個單一的疾病 它可能有相當高的比率 大概是25%到30%的攝護腺癌是屬於局部性 低危險性的攝護腺癌 所謂的低危險性指的是呢 某些人罹患的攝護腺癌的惡性度低 生長緩慢呢 不亦擴散 打個比方來說好了 低危險性的攝護腺癌就像是社區裡面的小混混嘛 可能三不五時呢 會抽煙 亂丟煙蒂 你看他兩眼呢 他還會口出三字經 但是呢 你知道他本性不壞嘛 殺人放火這些事情啊 他是不敢做的 在社區裡面活動啊 雖然讓大家心裡覺得不舒服 但是呢 卻真的不會危害到治安 需要的呢 只是積極監控 也就是呢 不需要立即的開刀做治療去除 因為啊 畢竟不論是手術還是放射線治療呢 都有它的副作用 像是呢 性功能障礙 或者是尿失禁等等的問題 為了一個啊 可能不會危害到受命的癌症過渡治療呢 反而會影響到未來的生活品質 造成更多的痛苦與不便 相對的 高危險性的社會現在呢 就像是年輕的大流氓啊 什麼壞事都敢做 雖然呢 目前還沒有幹出什麼大事來 但是呢 終究還是需要進一步的處理 否則呢 一旦視力做大了 就可能會危害到整個社會的安全 因此呢 會建議積極的手術或者是放射線的治療 避免癌症擴散 影響到壽命 隨著這個醫療的進步啊 妙科醫師們發現啊 針對局部低危險性的社會線癌 先進行這個積極的監控 如果說病情有惡化了傾向 再介入治療 能夠在不影響病人壽命的長短的前提之下呢 維持病人的生活品質 根據研究啊 美國呢 大概有50%的局部低危險性的社會線癌患者啊 接受積極監控作為第一線的治療 但仍低於瑞典的75% 可惜的是啊 台灣國民健康署的癌症登記報告裡面呢 缺乏積極監控的相關數據 我猜想啊 台灣局部低危險性的社會線癌患者 一開始接受積極監控的比例仍然不高 仍有相當進步的空間啊 也就是說呢 不是所有的社會線癌患者呢 都可以接受積極監控作為治療的手段哦 一般而言 如果社會線癌的惡性度不高 體積不大 癌症的人局限在社會線當中的話呢 而且呢 社會線的癌症指數 PSA 低於10 更重要的是啊 預期壽命啊 超過10年 就可以和你的妙科醫師討論之後呢 考慮積極監控作為一開始的治療 但所謂的積極監控啊 不是診斷出社會線癌之後啊 就什麼事都不做囉 而是每3-6個月要定期接受抽血驗 PSA 配合肛門執診以及重複的社會線切片 確認社會線癌沒有在監控的過程當中的變嚴重 而且呢 會隨著每個人的病情不同 要調整追蹤的間隔時間 什麼 醫生 還要再做一次社會線切片哦 我上次做完切片之後 懸尿好幾天耶 看起來有點恐怖 可不可以不要再做了呢 我上次啊 看這個談話性節目說啊 社會線的磁症照影檢查 也可以偵測出有沒有社會線癌 我可不可以只做 磁症照影追蹤就好了呢 陳醫師啊 在門診會遇到不少病人提出這樣的問題 如果已經接受切片檢查 確認有社會線癌之後呢 並且和你的醫師討論之後 決定要先接受積極監控的患者 還是要在第一次切片檢查之後的 一到兩年之內呢 再做一次確認的切片檢查 因為大約有20%到30%的患者 會在此時發現他的社會線 有比預期中想像的還要來得嚴重 需要考慮做進一步的手術 或者放射線治療 的確啊 社會線的切片是一種侵入性的檢查 會導致疼痛不適 統計也發現大概會有三成的病人呢 會在檢查後的四周之內 還有血尿或血精的情況 1000個病人接受切片之後 大概會有2到6個病人尿不出來 需要暫時性的放導尿管來引流尿液 甚至有3到30位病人 可能會有細菌感染導致敗血症 需要進一步住院接受抗生素治療 社會線的磁症照應檢查 雖然有可能助於偵測到比較惡性 比較嚴重的社會線癌 但是目前的研究顯示 社會線癌磁症照應 可能會因為叛讀者的不同而有所誤差 也無法取代積極監控治療所需要的 定期社會線的切片檢查 因此雖然有些不適合可能的併發症 積極監控的患者 還是需要定期接受社會線的切片檢查 一旦切片檢查發現社會線癌的惡性度增加了 癌症的腫瘤的體積明顯變大 或是社會線癌症指數PSA大幅的上升 或是你想到體內有癌症 沒有清除掉就吃不下飯也睡不著覺 焦慮到無法正常生活 那麼就可以考慮改變積極監控的治療方式 改成根除性的手術治療 放射線治療或是其他適合你的治療方式 不過不用後悔沒有在 在一開始診斷的時候就開刀治療 研究顯示一開始選擇開刀治療 跟先選擇肢極監控 之後病情變化之後再開刀治療 癒後是差不多的 最後陳醫師在提醒大家 癌症的治療是與時俱進的 陳醫師今天分享的是 目前的研究結果跟治療準則 不見得在未來也適用 看影片的朋友們要注意 這支影片已經上架了多久了 而且每個人的病情還是不同的 因此呢 如果不幸罹患了攝護腺癌 還是要與最了解你的情況的尿科醫師 好好地討論 選擇最適合你的治療方式 才能夠戰勝病魔 活得又長久又有品質 我是陳醫師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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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